64岁孔腔本名庄永轩可是综艺节目必用的御用伴奏,怎料他恶极生病而暴瘦25公斤,一度入院治疗,最新近况曝光了。 孔腔是综艺大哥大张飞,胡瓜主持综艺节目必用的伴奏老师,不料近年身体亮红灯,糖尿病没有控制好因拖延并发症恶化,导致暴瘦25公斤,一度只剩下52公斤而已,全身衰弱,无力。 孔腔曾坦言,糖尿病千万不能脱,会啃失掉身上所有器官,再加上本身也罹患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三大隐级,让他近年相当谨慎,生病一年花很多时间才调养过来。 而孔腔目前身体相当健康,加入改版后的《我爱冰冰兽》,并替节目写了许多谱帮歌手伴奏,甚至录影前三天就熬夜写谱,让主持人白冰冰心疼只喊如果是我老公我会不舍。 关于这个病,他当时就医确诊后,早就被宣判没有特效药,也无药可治愈。 如果真的缺氧,轻则变植物人,重则促失,再加上三高的存在,让他已经看淡生死,也在律师的见证下已经立好遗住。 其老婆为了让他更好地享受生活,于是开始为他细心打理身体,时刻提醒他饮食清淡,按时检查,孔腔感激地说老婆就是他生活里的始终。 感激之余,他不但将钱都交给老婆打理,还嘴甜道,老婆是我这辈子最后的恋人。 更说若自己先走,就希望把最好的都留给老婆,但若是老婆先走,他就会死守两人现在居住的房子,每日感受老婆的气息。 内心已对钱财看淡的他,只想要保留那些珍贵的回忆,老婆用过的每一样东西,他都会精心保留下来。 如今,孔腔除了享受难得的生活,也会时常想起曾经的欠债生涯。 当年因为张飞暂退演艺圈,导致节目改型,也让他紧跟着输入瑞减,后来与朋友合开公司又失利,欠下六百万巨债。 还债的那段时间,除了乐器及妻子,其他能卖的东西他都卖了。 当时那些欠债的支票,他会一张张贴在墙上,每天看着要付哪些钱,接着就去奋力工作,期间任何赚钱的机会都不会放过。 最苦的时候,孔腔还接下在过年期间拍摄的台湾灵异事件,一级酬劳一万五千元拍摄一星期。 最终,靠着三年不吃只喝的生活模式拼命赚钱,才终于让经济状况好转,并发誓再也不碰投资。 说起来,孔腔算得上是综艺节目一人乐队的十足,更是主持天王张飞、诸葛亮、胡瓜与于天的御用绿叶。 而在感情中,孔腔曾自暴结过三次婚,第二段婚姻更是净身出户,把所有财产都给了前妻。 她表示,19岁时与初恋女友意外怀孕,敢于担责的她便顺势娶了对方,但因为年纪太轻,对婚姻的看法非常肤浅,以至于辜负了一个好女人。 孔腔回忆,当时她常常跟着秀场天王到处工作,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家庭,以至于十年婚姻最终宣告破裂。 恢复单身后,她在钢琴酒吧又认识第二任前妻,考量女方家长希望女儿有名分后,隔了三年再度进入婚姻。 对此她笑叹,真的是莫名其妙又结了一次婚。 婚后,前妻表明不喜欢孔腔的演艺职业,希望她能换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,结果双方没能够达成共识,几年后便和平离婚。 孔腔感念前妻跟了自己多年什么都没得到,索性把财产全部都交给前妻。 离开的时候,她带走了一辆车,还有一把琴,同时感谢前妻曾经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,赞赏她把儿子交得很好。 历经过两段失败的婚姻,孔腔检讨是她自己太过自我,总认为她是在赚钱的人,女方就应该跟随她,服从她,所以就不能想太多,也不能提太多要求。 直到后来,她才意识到这是不对的,最正确的夫妻关系,应该是要互相忍让,多为对方设想。 在往后一段时间,她认识了小14岁的现任老婆黄佳颖,两人爱情长跑溜,七年,才迈入婚姻结婚。 第三次结婚之后,孔腔还大方介绍黄佳颖是她老婆,更表示,以后她做的决定,就等于是我做的决定,请大家尊重一下。 她描述老婆是个重视外表和内涵的女人,结婚20年除了睡觉,都没看过老婆的素颜。 更感动的是,老婆为了照顾前妻们的三个孩子,宁愿选择不生,并协助打电家族的所有事情,让孔腔无后顾之忧地打拼事业。 对于老婆的付出,她动情地说,我觉得这个老婆,太值了,她还增秀出手机中太太的牵引,美貌与绝佳的气质,果然让现场人大赞。 这是在拍剧照吗?好像年轻时候的马之琴。 此外,她的老婆曾在节目中被问到单不担心老公离婚两次的背景,她坦然地笑说,她本来就是一块石头,被两位姐姐调教到变成一颗钻石, 现在放在我手里有什么不好呢?如此大气又充满智慧的言论,顿时被现场来宾赞赏不已。 聊到交往过程,孔腔与现任老婆在餐厅结识,老婆当时担任被厮守,她则是去唱歌的人。 其实她老婆一直不知道她是谁,因为她不太关心演艺圈的事,每次去上班都是低着头做自己的事,下班就直接回家。 所以初次见面后的那三年,两个人没有任何交集,之所以会结下缘分,是因为当时孔腔和别人合开公司,没想到公司出了些问题,老婆机缘巧合下跳出来帮她处理,也因为这样两人陷入爱河。 至于为什么要等到交往多年,直到2005年才登记结婚,黄佳寅表示,因为她的小孩结婚,要给个名分,毕竟没有名分的话,小孩都不知道要怎么称呼。 其实结婚的原因早就不重要了,只要她们能生活幸福,一切只要随缘就好。 只是幸福多年的夫妻俩,没想到碰上了孔腔身患多病的坏消息。 如今,随着本土疫情逐渐趋缓,电视节目也解封恢复正常录像,而孔腔尽管生活忙碌,仍时常透过社交平台分享生活近况,亲自与粉丝互动,深受粉丝的喜爱。 先前她还晒出两张照片,只见她身穿白色T恤,头戴白色鸭舌帽,对着镜头开心匕首式,心情看起来相当不错。 她表示,自己终于打到第二剂莫德纳疫苗,也准备好面对之后几天可能会有的疫苗后坐立,但仍不确定身体是否会出现反应。 当天她也兴奋地揪院长自拍,称赞院长年轻又帅气,打针下手非常温柔,因此不太有感觉。 值得一提的是,她在诊所接种时曾被医生认出来,对方一开始见到戴着奥运口罩的她,还以为是运动员,直到口罩一拿下来才惊觉居然是孔腔本人。 医生当场就说从小在加拿大看着她录制的电视节目长大,但如今又感慨她突然瘦了那么多。 其实孔腔能瘦得这么快,除了身体原因,她也透露是因为看见罗佩颖、黄红生等演艺圈好友相继宙视,让她体会到健康的重要性,才有意运动减肥,改变饮食和生活作息。 值得一提的是,先前诸葛亮去世时,孔腔还增准备了二十首歌送好友最后一程,只因为在诸葛亮生前,她一直担任诸葛亮的伴奏老师。 而且以前诸葛亮除了电影不带她,凡是电视录影,外场表演都会邀请她一起,所以她对诸葛亮的情感,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。 为了在告别世上完美呈现送别好友的感人桥段,孔腔将近一周美睡好,而除了准备诸葛亮生前喜爱的歌曲,也曾准备月头看自己献给诸葛亮的一双叶瑞美。 说到孔腔的音乐才华,早在她小时候就展现了,五岁时梁山伯驻英台盛行,爸爸就买了个唱盘回家,听没几遍她就能倒背如流。 上小学后,她第一次看到音乐老师弹风琴,当场就很感兴趣,而且下课后仅用十分钟就学会了。 对于这份天赋,她也觉得自己很奇葩,因为老师从来没教过她,一直都是自学成才。 到了初中毕业,又意外被吉他的声音吸引,实在太想要便趁着感冒在家休息时告诉妈妈,没想到妈妈真的偷偷跑到隔壁邻居家借了三百元,然后到书局帮她买了一把。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,才真正打开了她的音乐之门。 其实年代的时候,刚好是秀场和民歌的全盛期,她也有幸进到了这辛苦却美好的音乐年代,此后便给喜欢她的观众留下了不可遗忘的经典。 但如今孔腔的身体状况也实在令人堪忧,所以希望她多多保重身体,毕竟只有维持健康,才能享受到未来更美好的生活。 感谢观看